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父就是感觉现在好多人就是现在当代的这个婚姻好多都是两次的婚姻 对啊 末法时期啊 末法时期 你想想看轮回多少次啊 所以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 当一个人刚投胎的时候 对不对啊 他 我说的是多少次的轮回之前 最干净的时候 比方说你有百分之一百的这个善缘婚姻 那么你在古老的时候很古老很古老 东周列国的时候你结婚了 结婚就要吵吗 吵架了 那么最后两个人死了 死了之后你们这段缘分呢欠了 多少呢 百分之八十是善缘 因为你过得很好 但是会争吵到百分之二十 那么再往前移一个朝代 这个朝代当中你们两个又碰上结婚了 那么两个人百分之八十 你们的婚姻还是很圆满 那么当时呢吵了吗 吵了 因为过去的二十没有花掉 那么再加上这辈子的吵到四十了 那么这一代 那么你们两个人只有六十的善缘了 等到六十好的时候 那么吵的时候是四十经常吵架了 经常吵架嘛 又来个二十到三十 那么已经七十了 那么到了这辈子了 你们两个人一好 还没结婚了就经常吵架了 那么因为这是百分之三十的善缘 七十的恶缘 但是这个缘分在 你们虽然要吵 你们还要谈恋 还要结婚 还要住在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们三十的恶缘 三十的善缘 很快用完了 那么最后呢 就变成恶缘全部爆发 那么离婚了 所以为什么 现在这个社会 到了末法时期 为什么这个社会 人的善缘越来越少 夫妻 动不动就吵架 还没结婚就要离婚了 还没结婚就要试婚了 还要同居 还要吵架 还要打打的突破血流 现在知道了吗 就这个道理 师父现在把你完全解剖出来 用现在话叫解读 明白了吗 嗯 所以说在末法时期 真的觉得 就得 恶缘重生啊 人跟人没好气的